?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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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Rey1です 哇,这张人造人21号 它的特殊贴纸贴上去的气焰非常好看啊 呀,nice ちょっと待って,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有够赞的 尤其是它身体周边的那个红色气焰 哇,真的是nice 然后变身之后 啊,变身之后因为 后尾的那个闪钻效果太过亮了 盖掉它的那个白色的气焰 嗯,也不是说不好看 只是说有点可惜,遮掉了遮掉它的那个效果 变身之前的效果就特别好看啊 呀,nice,nice 那么这一次的话,当然就是要把这一张 那极限zac觉醒之后的人造人21号给拿出来使用啊 哎,它极限zac之后的能力其实是蛮强悍的啦 嗯,水血量增加到12%啦 之前有介绍过的 然后,被动嘛 自身的气力加3,攻防120% 然后,必杀机发动时,攻防再加21% 如果血量在80%以上的话 哎,攻防还会在额外21%的提升 再来就是,攻击会使敌人攻防下降21% 两个回合 然后调整满足就可以变身啦 哎,变身条件这一次好像是 也有稍微改动一点点 战斗开始四回合以后 血量40%以上的时候 哎,40%激励 赛鲁不死 因为像极限zac之前 它好像只有30%的激励 看一下就知道了 啊,对,原本是要血量50%以上 然后激励只有30% 现在反而是变到了40% 然后变身之后的必杀是攻击无限上升啊 这个是非常优秀 然后它的回血是直接拉在被动 回合开始是自身的气力加三 攻防150%up 然后血量恢复15% 再来必杀技发动是攻防21%up 然后敌人的卡抖无效化 就是可以破防就是啦 不管任何的属性 就算速鼠照样也可以做到输出这样子 然后血量60%以上是攻防21%提升这样子 哎,这个的话 怎么说呢 其实它变身之后能力是很强 可是变身的那个条件太不收控了 这一张有点可惜是在这一边啦 好,那么这一边关卡我就选择了悟空钻啦 北极大钻因为这边全部隶属的角色太危险了 所以选择这个GT悟空钻 然后因为新卡嘛 这个新极限zac也算比较强 来这种比较高难度的关卡也是比较爽一些啦 变身强化队我就不跟那个16号一起组了 因为用16号的话 人造人队去打强关有一点勉强啦 不是说打不过 是有点勉强因为两个组战力 我们都要21号跟16号的话就比较不好打 所以这边就用变身强化 然后跟它做搭配的是这一支斜念波 连接满的情况可以高达55%的攻击连接 跟35%的防御连接啦 算是不错 然后另一边的话是拿这个大王跟第三星开的大王来使用一下啦 也算是蛮久没用了 稍微让他们出来活动活动一下 好变身强化队 嗯这边对对对这边要稍微改一下 队伍内大王 技术的大王变身大王它可以回血 然后那一个 21号也可以自动回血 这样子我就不用额外带回血了吧 嗯 还是要啦我看 带这个啦带这个 有加攻效果 可以 加加加加 GT悟空传 行きます 希望它可以早一点变身啦 四个回合后马上变是最理想的啦 诶 这个Freeza Sama必须要维持在这一边先 它必须要多开几发必杀 因为它开必杀的机会很少 这样21号一位21号一位 哈哈 嗨 然后看一下现在一个普助 连接一直有一个Boss Carrack的情况下 12万 6千 so far 还行啦 因为Boss Carrack 达成的话就有 多少了哈 就有25%的那个加成了嘛 然后等一下必杀卡洞之后 还有42%的提升 当然前提是血量要维持在80%以上啦 这个全球活动极限在之后就没什么拿出来使用了那一张变身大王 这次再次让它出来发挥发挥 314%相当给力 可以可以可以 攻击力是有的啦 完全没问题 配上投注嘛 OK的OK的 Mundainas 阿干 不过开了必杀之后 Extra 42%的防御大概有16万 这不止啦 17、8万这样子 还是被打到这么痛 这边就这么个白发 好还稍微回个血 好就这样子 我可以跟甲年巴做连接的角色真的是不是太多啦 所以这一张21号极限在之后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用来跟这个邪念巴做搭配 就蛮强 可以这么说 OK这边的话我的这个力鼠库拉拉整场就不变身就让它维持变身强化的普助这样子 哇这边两个普助啊 大王 你实在有够猛力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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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的 526万 这么强悍的吗 哼哼 流开 心情愉悦 两个普通路就是不一样 等下 那一个第三星太大王过来过后就 Extra 40%普通 更加猛 可以啦可以啦 前面两位硬帮帮的 你不打后面那个最软的 有没有搞错 OK 不过血量还是40% OK nice 直接 直接吸 这个40%的几率还不错 蛮给脸的 赛鲁吸收 超级有邪性好不好 看一下 现在是这么个连接 变身强化 Boss Karate 然后 恐怖已经绝望 超级战 15万 15万 14万 他之后开了必杀 攻防还会再往上提 21% 然后血量60%以上的话 再加21% 所以DOTA是42%啦 稍微计算一下 150再乘一个42 那么他会最高还是可以高达到255%的加成 然后攻击力无限叠加 这样子 目前的情况 这边就这样子上吧 啥 因为 我怕他撑不住邪念波一下打 然后这边要无限叠攻 那么直接来一个普助的情况下 436万 够啦 强 只能这么收 好帅喔 nice nice 是 蛮给力的 蛮给力的 第三星太大王 两张第三星太 买在一起 实在有够赞 可惜连接竟然没有满掉 是用 OK 这边的话 26万8千 哇 可哩 可以啦 不错啦 不错啦 去吧 你是可以的 两个普助 这边 我们的这个 变身大王 DOTAL EXTRA 是有了 70%的加成 可是有一点不给力 他的联机 命运都点到15点了 我没记错的话 还有 第三星太大王 现在才第一次出手到 要慢慢的把他的那个攻防给叠起来啦 被动 杀 用来四星的极限JACK 顺便把旧卡 拿出来 偶尔一块的玩耍 也算爽一下 噢噢 噢噢 38必杀 好爽 直接点死他吧 没有 今天点不死 呃 KURA MI SANGYO 不要堕了威风 直接把他给轟爆吧 炸 诶 死不去 看来被回打一个必杀 干了干了 38万好痛 噢噢好痛 这边就 没办法啦 让前属性防御去扛 让前属性防御去扛 我只能这么说 嗨嗨嗨 行きます OK 329万 那 SILIMBO的攻击上限就是最可惜的点啦 虽然说已经 在连接方面加了很多 可是 就是不够顶啦 那这个真的是 不够顶啦 OK 现在是 333 31万啦 可以 非常的赞 队伍是没有速速的角色 等下打到那个哪里会有一点点的小心苦啦 不过我相信是可以跨越过去的 哇哟 615 615 空手啊 死机呢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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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终于连接了 连几了 nice 可是哦 他必杀没有开在这边我有一点害怕 最好是不要开必杀了 杀 点爆你 一下 哎哎哎哎哎 哎 还 314万啦 哎拉得非常快 这种可以自带连击的真的是拉得特别快 再来 哎没有了 可拉逆伤呦 看你表现 可是这个他 哦哦直接过 应该是顶不到太远啦 这一边 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住 嗯 原本还想要把这个 技术出全部给他留住了 看起来是有点没办法 然后 防异力方面 只有斜念波一支是撑得出的 哎哎哎 这都要对 嗯 嗯 我就 给他一个wisp吧 哈哈哈 哎呀不然撑不住啊 只要中必杀 不管谁中 除了斜念波之外 谁中都死啊 而且斜念波 回避掉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是除了斜念波之外 谁中谁死 哦455了 哎哎非常快 看能不能连击出来啦 哦哦 他这个攻击方式看起来像拳击攻击这样子 从周身把那个气焰给爆出去 虽然说是已经旧卡了啦 可是 我很少有机会是 可以看到他变成这个捕食状态 捕食那个赛鱼状态 21号真的是相当不错 哇嘿 OK 好 只缺了一个连结罢了 哇40万的防御力 哎呦有够爽的有没有 大家 呀别 可哩可哩 结果 这个 原本是21号的场 大王 大王却在这边 抢完的所有风头 哈哈 通 呼呼 第一下必定灰星 第二下的话 拖 也是灰星 爽 太爽了 杀的 点点点点 点爆米 哎 就是这么愉快啦 好哎 满血啦 哎呀我应该再多一个 再减伤道具才对的 我真的是后悔 后悔莫及 没办法啦 我也没办法的事情 OK 就这个样子 还有有什么事 冲着鲜艳波来吧 然后 最新的这个 Panzano 它的一个被动是 当回合回避成功后 回避力再提升 就跟这一只隶属的鲜艳波是一样的 这张 这张隶属的鲜艳波也是 回避成功后 它的回避力就会提升 只是 有时候 没什么感觉到 无法感受到 感觉到 你这样回避 感觉21号好像没什么 发挥到就是了 哇 痛痛痛痛 没有这一边 40万的防抑力 虽然说被克属 但是 应该OK吧 OK 吧 可以的吧 哇 哇 为什么你偏偏要在这边 40万扛得下吗 太痛 可以 完全没问题 然后 这边给他一个 多看目 轻轻松松 结果表现全部是 我们的技术大王 欸欸欸欸 所以 Spark便宜712万 非常稳定啊 可惜前段的 四个变身阶段 没有做到太多的连击啊 好像只额外 Extra连到的 click多一下 在他的最终形态的时候 撒头的东西 他的叛齐 哇呼 1分 1分 让我想到1分 380 2 1 这张 这张第三星太大了 在全球活动里面 比比克赢真的是赢太多了 没得输啊 好欸 就这么样子 一路打下来 已经打到最终关了 可是我的21号 好像没什么作为 这样子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 OK 肯定是打不完啊 这一轮 像这个样子 再来这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 先看一下 15万 15万 8万2 8万2 它的防御力是大幅上升 可以去到12万 可是后面两下 撞必杀的话 直接死 所以我们的Wiz就直接开上来啦 我是不太想要在这个时期开啦 因为 始终是 有一点点可惜啦 像前面两位在防御面上 我相信是扛得住啦 哦 494万 只要叠起来的速度是没有到很快啦 可是 它变身之后 到现在才开了三发必杀 所以是 可以理解的 给它一个攻击大幅上升 它的变身条件都做到这么麻烦 给它攻击大幅上升 可以更强悍一些些啦 竟然没有必杀 哦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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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对着大王冲过来 刘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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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不过40%的减伤下去 配上40万左右的防御力啊 还被打得这么痛 真的是蛮夭兽的 试我一拳 OK nice 诶 诶 诶 点到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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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nice 两下就 900万了吧 这个 再来多一发 诶 没啦 可惜 这边的话 加上普攻啦 千万伤害的第三星台 一般十抽卡 打出了千万伤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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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我堪秀 應該是500出彎是跑不掉的啦 來 血念波 OK nice 炸在血念波身上是最棒的 全主性 全主性格鬥 大概扣個20萬上下的血量吧 18萬吧 好輕 好輕 可以 完全扛著這 多了一個25% 我們的血念波 從320的攻擊力去到了400億 拉得差不多快 100萬 蠻給力的 那個25% 改變到我們的548萬 沒有改變很多 再來 炎姿 完全沒有發揮到 最後這一個酷了 我怕扛住 7萬 彩蓮就掛了 沒在怕力 這邊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不馬 40萬的防禦力 20萬 讓20萬的去扛好啦 就是這麼個樣子啦 相信這一回合應該是可以解決戰鬥的啦 問題不大吧 20萬的防禦力普攻完全扛得下來 欸 必殺的話 應該也是扣個20萬左右 哇 18萬 跟血念波斯一樣上下 欸 可是這邊有570萬的傷害 可惡 一般石頭卡 欸 你這個第三星開的大王 你完全碾壓了我們這一次的主角 21號好不好 欸 老實說21號這個強化到來 感覺 感覺不到它的那個強度有沒有 剛才那個15萬 15萬再乘一個1.12 它的那個 42%吧 才21萬多吧 它的防禦力 我的這邊是開了兩路啦 可是有點遺憾啊 有點小遺憾啊 這張 強化到 不夠那麼 充足啊 攻擊力 4-500萬上下是蠻強的啦 可是防禦力有點頂不住 打到後面的後尾一點的關卡 就 有一點點唾棄了 可能是另一邊的 兩張大王太猛了 沒有辦法 OK OK 這個是相當不錯的一張卡啦 它這個提升上來 它這個提升上來 不管是在戰鬥路也好 超長官也好 它都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啦 OK的 戰鬥路它本身就可以降攻防 然後 12萬的基礎防禦 再乘一個上 乘一個42%上去的話 大概也是有16-7-8萬 然後配上降攻防的 還是扛得起啦 大部分的關卡 因為戰鬥路我們都會配減三高局嘛 還是OK的 然後 打人又打開比賽又可以回血 它比較偏向功能性一點點 本身戰鬥力是有 然後更加的偏向功能性啦 只能這麼說 OK 那麼這一張21號的使用感 又是這個樣子 好 那麼 這個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下集見 下集見